比如說第一個抹布最多 抹布多到 藍色綠色黃色白色的 那個好像七彩霓虹的 你知道嗎 彩虹顏色都有 對 那滾眼神都有這樣 然後 啊不行 藍色是抹那個鍋子 欸不行 黃色是煮的 一定要當 欸 那個不行 那個是抹的有什麼地板 有的是插桌子規插桌子 要三區 然後到處分 那你好歹也寫一下 不寫他只用顏色分 我怎麼知道對不對 我認得老婆是誰就不錯了 我還認得哪個顏色 我們在幹什麼 欸其實 Paul說的也是有一些道理啦 對 然後重點是還有一點就是 他常常我們抹布 有人生要勤勤 要勤儉一點 然後什麼兩個禮拜 抹布就一直丟 那不能要的丟 那不能那種丟丟丟丟丟 然後可能這樣每天都 有一點老公丟掉怎麼辦 對不對 隨便都丟 老公丟掉怎麼辦 丟太快了吧 我們要省一點 對不對 還有其他區域 除了廚房以外的區域 加起來可能真的滿多 會有 對 因為像以廚房來講 我就會分可能中島區跟料理區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還分台面跟台下 然後又再分擦碗擦乾淨的 這有 跟鍋子的 都會分 碗跟鍋子 對 還有甚至擦手的 也會有分 我有一次拿那個擦完刀以後 又擦鍋子 他就跟我翻 他說那個有碰過熟食的東西 不能再碰那個碗 跟你說 他有一次真的犯了我超級大忌 踩到你的紅線 對 有一次我們也是 就是很日常直播料理 然後他就說他要煮 我說好 給你煮 那你也知道我們廚房的收納那些 都是我們自己知道放哪 好 他就煮 東西溢出來了 他就立刻 隨便拿了一條抹布 然後就擦鍋子裡面 然後我就想 OK啊 我整個大叫說 反正都要加熱啊 太噁了 因為那個抹布是擦那個地板的 你知道嗎 他把它拿來 我感覺很乾淨耶 把鍋子 然後再擦碗要給他女兒 我想 那一碗絕對不能吃 天啊 我就直接默默趕快把它拿走 說姐姐這碗先不要吃 他以為我 他嫌棄我的料理這樣 當天那個直播下面就很不開心 大家差點吵起來 因為我不敢吃 對啊 擦過地板 我的手工紅酒杯洗壞了好幾 一個兩三千的 他想說 然後他現在學乖了 都洗破以外 因為那個很薄 藏起來嗎 沒有 不是藏起來 然後我說 為什麼少一個杯子 沒有啊 你自己放錯了嘛 亂放啊 你看老人家就記性化 我說好沒關係 我就慢慢把那個垃圾桶打開 你看 屍體就在裡面 還給我裝傻 對不對 他就因為想要硬撈硬撈 結果撈壞 所以要學習正確的方法 那我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茶包 可是茶包洗這個 泡泡泡泡泡 泡的OK 水晶杯或玻璃杯 會不會有茶字啦 對 對啊 不是重要是那個孔洗得掉嗎 外面也要洗 那我改麵粉好了 改麵粉 對 這掌就直接發洗衣機 洗洗衣機 天啊 全碎 洗衣機 萬用洗衣機 想什麼好 這掌就這樣洗碗機就好了 因為我真的壓力太大了 我真的 不管怎樣 我已經洗破它好幾個 昂貴 那個玻璃的那個好薄 不是而且也輕輕力碰卷 然後我用那種海綿或是什麼刷 都覺得有那種硬質 會就是玻璃會有刷痕 然後我就都不敢用 然後就覺得 後來用手洗 用手洗 那是也破了 後來洗碗機 對 洗碗機 直接給他了 洗碗機 像寫這杯子 感覺到是提心吊膽 壓力很大 對 但要這樣嗎 生活要這樣就不樂活了 對 老師怎麼辦呢 趕快讓我們樂活一下 換一個嗎 我們好像都沒有猜到對不對 我才念的 那你用什麼 你是小蘇打 你還是小蘇打 從頭壓到尾 你都用到底 對 跟小蘇打結婚了 用浸泡的 浸泡然後把杯子這些 就這樣吃飯 然後我就浸泡了 好像也蠻好用的 但不知道 答案是不對 其實正確答案是白醋 白醋 其實我們廚房污垢種類很多 我們要稍微去分辨 它到底是哪一種種類 對 因為我們一般杯子的話 哪種污垢呢 就小山的污垢 其實因為白 因為我們的杯子上 比較會有一些就是像水 水漬的問題 像這個灰灰的 我覺得水漬 就水漬 然後甚至你會有一些油油的東西 像你口紅印 或是你喝東西 嘴巴的那個油漬印在上面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用白醋 怎麼清潔 就是白醋加洗碗筋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杯口這邊 可以稍微把它轉一下 對 對 這個還有陰影 對 有陰影 對 然後這樣輕輕的 然後把它洗掉就好了 很亮耶 對 然後剛才這個就 接著第二個杯子 對 要繞費 是你說這樣其實沖的時候 也不會有什麼水漬 比較不容易有水漬留在上面 變透亮 對 變透亮 那老師我有問題 如果是在那種浴室那種 水垢的玻璃的水垢 也是可以用這個 也是可以用白醋 對 細微可以用白醋 中性清潔劑 對 很亮耶 沒有料可以再來一杯了 真的 好 這個 這個 乾杯 對